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很開心今天有一個機會 來到這裡和大家去偷工 亦都是認識一下大家 過往可能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都是很專注於一些商界裏面的持分社 所以我很開心今次有機會 達出原本的範圍和界限 可以接觸一些 可能平時本身CEPP 是不能接觸太多的持分社 亦都是因為這樣 我更希望今天是一個開始 亦都希望會繼續工作 跟Paul、Patrick、Carrison 和其他商業會員同事 看看怎樣可以在文化和創業產業方面 我們政府除了資源多一點之外 亦都能夠製造一個更加有利這個產業 這個sector的環境 我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我是比較新加入政府的同事之一 其實我過往一直在做一些和企業和公務事務相關的工作 亦都包含了一些政策的工作 但因為一直都很希望能夠更加直接參與 在這個參與的過程中 所以在半屆的時候 就趕快去嘗試去奮請加入政府 我其實是很希望能夠加入CETB 一開始我都是寫信 希望能夠加入CETB 除了是因為突破我的工作經驗有關之外 也都真的很希望能夠來香港的創業產業出一分力 我在大學讀Philology和Artistry 我真的很希望這些 在香港可能主流社會 有時候會覺得 他只是握一部份或者是很重要的一部份 希望能夠將他的創意引發 能夠帶進去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活動 但我明白這條路是很長的 也很希望從今天開始 也就是通過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能夠做一些成績出來 那麼這個施政部的裏面 今次在CETB負責的一份內 就非常之強調這個創業產業 那麼除了創業產業之外 我也很簡單地說 我當時在CETB也掩蓋一些內容的內容 包括了財產業、油業、雌營商、廣播業 那當中我想是和大家比較relevant的就是 就是那個創業產業的內容 以及廣播的內容 所以我今天最主要都是講這三日的內容 創意產業其實 其實為什麼過往 可能大家對於CETB的接觸沒有太多 那個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CETB對於創業產業 特別有些行業是 畫了出來是 這個就是屬於我們的範疇 這樣就有八個行業 在座大家的想中 有些人可能就是屬於這行業 但有些人就是直接屬於這行業 這行業包括什麼呢 就包括了音樂、電影、設計、出版 出版就是literature 也就是文學 包括了一個文化 也是包括了樂園 另外就還有一些 真是很想用來的就是 廣告、architecture digital entertainment 這個就是gaming 或者ad的電話 還有最後就是television 所以如果大家看回 Create Hong Kong 屬於CETB的那個agency 負責勤體的 其實他們最主要的項目 都是支援這些範疇 好啦 那我等一下會說一下 Create Hong Kong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想開始 就以女人業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即是 無論是屬於 在文化界別裡面 無論是屬於 哪一個 即是 旅遊界 其實這個旅遊界 可能都是 對大家 都有一些關聯的 特別呢 我們其實呢 現在 旅遊業的發展 是一個 一個 一個 能解點 就是 我們很希望 有一個 清晰的方向 我們做旅遊 過往大家的印象 可能是以旅行為主 或者以某一個地方的旅客為主 但是呢 施政報告之後呢 其實呢 由事務處呢 也都公佈了一個 旅遊發展的欄童 也都很清晰地 這樣 以香港的旅遊發展去定位 而這個定位呢 就是 香港的旅遊發展呢 是需要用一個 平衡 和可持續的方向去發展 還有呢 我們希望呢 是能夠 托展呢 是真的很多 原發 而是有高質素的 內涵 和能夠香港的 所以 變成了呢 當中呢 就是有一些 具體的措施 有一些 做一些 去執行的 一些 政策呢 現在呢 就總是在一個 就是 五樣的階段 亦都 變相呢 對於文化 藝術 和 藝術 跳臉 介面的朋友呢 會有多些空間呢 去找 其實有什麼 的可能性呢 大家可以做一些 什麼的合作 去 去 亦都參與在 那個 第六月的辦事當中 整個藍圖呢 其實呢 就有 試過 策略 那 那些策略呢 都有一些 實行的指標 那就是 十三個 然後 現在暫時呢 就看出了 有七成五項 仔細的一些措施 但是 其實 這些數字呢 就 只不過是 講了給你聽 那個藍圖大概的 框架是怎樣的 就 質體真是 還有很多空間 去討論 其實我們是怎樣 去落實 那特別呢 我今天呢 都帶了一些 hard topics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拿一份 法律提供呢 你都可以 和其他人家 也都 其實那份藍圖 已經在 市民務處的 財政那裏 我就簡單講一講 那個 分別的法律 四大策略 第二策略呢 就是 Focus在香港 那個特色女友的發展 當中呢 也都是很強調 怎樣 這樣令女客 無論是第一次來 或者更加好的是 第二次 第三次來的 他們可能是 做一些其他的功募 或者他們是 去其他的地方 不過經過香港 那他們呢 都是有一個理由 或是再來香港多次 其實呢 當中呢 香港的演藝事務 sorry 演藝的一些 product performing arts 或者visual arts 那方面都好 其實呢 都是有一個很大 我們預計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角色 是能夠 draw到 一些returning truths 那這個呢 其實之前都 有一個簡單的 去交流過 其實當中有很多 執策上的東西 要冷清的 例如Tourism Board 它怎樣將 香港的表演 對外宣傳呢 怎樣能夠在 creative media 那裡 我們可以營造一個 更加深刻的Tourism 或者user experience 那其中呢 我剛才說到的可能性 那這些可能性的意思是什麼呢 可能是一些實際的項目來的 那第一個 旅遊事務署呢 它都會去著手去做的項目 就是在這份藍圖裏面 就是看出來的生物措施之一 就是其實會跟成大的 creative media school 去合作 去做一些content 去幫回合 是更加在短時間之內 去新人會 去理解香港的文化歷史 那其實就是怎樣 是運用innovation和technology 去改善外客 在香港的experience 就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同樣地 就是對於art group 你們的文化 是觀眾也好 聽眾也好 還是人家的顧客也好 其實他們怎樣能夠 他們的preference 怎樣能夠把握得更加好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可能當中 我們在真正去落實這件事的時候 都需要來很多的溝通 簡單地說一說 creativity 就是creative media school 這個就是 我剛才所說 Create Hong Kong 都是一個適時去執行 我們CNC 就是關於realm industry的政策 我知道坊間也都有 推出十萬個議員 就是覺得 其實我們是否覺得 這個新的議員 其實呢 我們先說 剛才看過八個學業 我想短時間之內 這個分別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 是否代表 是否不分稱 我不是屬於這些行業的 就是 我又覺得一定是 因為 我加入了政治之後 我就發現 很多討論其實是在說 cross over 其實是在說 怎樣去和 這些其他 即是 行業班 其他的 或者甚至是 其他種類的 化解人士 去做一些合作 而當中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 我想接下來 我們create 香港底下 就是create smart initiative 就叫做 創意指標計劃 就會再注資 實力 當中 可以有很多 project 其實 如果能夠 demonstrate 那個project 是為了 香港的 創意 產業去侮辱 下代的人才 去嘗試 有一些新的嘗試 其實 其實 那個create smart initiative 的 那個 背景 都是 很大的 所以 我想 這個是 大家 找到一些 很認識的 計劃 以後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詳細的資料 或者有機會 可以再分享一下 網絡 網絡 都很詳重 包括了 已經分成的 project 例如 funding amount 是多少 又或者 當中 誰是減少 這些資料 都是在網上提到 也可能可以 給大家多一些 idea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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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原來 這些不同 大列的人士 會覺得 為什麼 創始不只是 關切計時 今次思念部 就是關切計人 我們都很想 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 其實我們今次 還不是只講 設計 而是 我們有希望 怎樣 用design 風景 設計思維 是 引入在不同的 範疇裡面 所以 我們絕對 原來是 我看Creative Minds 就是 怎樣把Creative Minds 放進去 解難的過程 去分鎖 這個就是 我們 自己是 開始 去 同一個合作 合成 去做一些 例如 怎樣去推訪 自己思維 在一種生活中 還有我們公務部團隊 也都開始去做一些 分修 一些 文部份量 去 identify 一些工廠 來做一些事件 開始去嘗試 最後 就簡單講講 廣播條文 以及 原帶 在電訊條文裡面的 一些 過時的 發文 其實我們都會 希望去做一個 本土 以及去做一個 查詢中文的 可能 這個公眾呼聲 會在年初 開始進行 希望 如果大家 其實覺得 這些 有關事 就去參與 這個公眾呼聲 發聲 可能 在坊間 就 會有一些 顧慮 其實是否規管 援網 規管 援網的 content 我也很希望 藉著這次的機會 和大家講 其實 這個絕對 是規管援網 的一個 我們最主要是 就一些 舊某的條例 去做一個 放鬆的 措施 希望能夠 令到 那個 修貸 是更加 平衡 兩個生態 發生 我先講到這麼多 之後 如果大家都希望 通過Facebook 可以了解到一些關於我們的資訊 我們現在也有一個Facebook的Page 我們很希望可以把這個Page 將多一些政策背後的領域 可以解釋出來 另外 是 feature 一些香港的initiatives 好 先講一句 謝謝 謝謝李宗盛 接著我們 也要邀請 Dain 去講一下民主事務局 發展的政策 去幫助 我們之後才開始討論